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贵战 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 沙娜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语嘉讯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蕾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生了解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总是以各种理由不上班 在一起一年多了 总是因为各种事情吵架 都是我去要求他赚钱上班 以前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爱晚点没关系 跟他在一起之后 才发现男生一定要有事业心 上进心 不谈以后吧 仅仅现在我也不希望 两个人在一起出去约会时 还得摸摸口袋里的钱 他也总是以我为借口 不去上班 总是喜欢和我年在一起 渐渐的让我觉得 我成了他的负担 也增加了我的压力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希望他能够成熟一点 在现阶段先找份工作稳定下来 而不是因为不喜欢 不合适就放弃了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如果他继续不求上进的话 我觉得还是分手比较合适 不上进可以成为一段感情的分水岭吗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活二十二岁 来自江苏代业 女嘉宾小孩二十一岁 来自浙江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谈恋爱多久了 谈恋爱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来说说他怎么不上进吧 就是我跟他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然后就是刚开始处的时候吧 他就是在当一个网管的工作 我跟他在一起这一年多 他就只上过这一个版 就上了两个多月 然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别的吧 那个网管的工作是因为 就是太累了 一天十二个小时嘛 你就得都坐在那边 对 身体不好 对 还有辐射 平常的时候 一天十二个小时也就算了 有的时候三十六个小时 也是有可能的 那就没找其他的工作吗 然后他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 我都是 还是我帮他就是在软件上面 打的电话 陪他去面试 就是他也不着急 我又帮他找了份 就是KTV服务员的工作 然后因为是周杰的 我想着就可以赚点钱 但是要交制服钱嘛 我就帮他借了点钱 借了三百块钱 去给他买制服 然后他干了三天试用期 一分钱没赚着 又不做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KTV 是一个新开的KTV 然后里面基本上有二十几个包厢嘛 然后基本上每天都是开着的 里面的服务员也不多 就加我也就两三个人 基本上什么事情都是我们服务员来做 第一天我觉得就是还好吧 有点累 然后就是回家腰酸背痛嘛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回到家里 就已经躺都不能躺下了 第三天起来的时候就是下床都不能下 我的天哪 你都看到一些什么呀 这是两只腿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个KTV是要搬砖的吗是吧 就跟搬砖差不多 哎呀 还有别的吗 因为他说网管无聊服务员类 我都给他找了个他感兴趣的 就是做游戏带恋 这个有意思了 玩 对 我想着玩总心了吧 要交押金又是两百块钱 然后我又去问我朋友 就是借了两百块钱嘛 我就给他了 然后也是你问他就是 你自己招了吧 我之前是做过这个游戏带恋的嘛 也以前赚到过钱 然后这次是为什么呢 就因为前几天打得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想快点赚到钱嘛 我就通宵打 然后就这个精神状态可能有点不好 就不是有押金的嘛 然后他就一直扣完了 然后我就不干了 什么意思 就是他输了嘛 就会扣钱 然后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也要扣钱 就是这样的 你不喜欢打游戏吗 我给你找个打游戏的 你也还是干不好呀 我就觉得他就是什么都干不好 我就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好好好 我说一件事 我觉得他能干好 睡觉 他应该对你特好吧 他对我还挺好的 你看 他总有一个优点 要不然早不要他了 对不对 这是我平常的时候 虽然说不上班吧 但是每个礼拜存下来的钱 都礼拜六礼拜天给他花的 等等 你每个礼拜不上班 你还能存下来钱 对啊 这钱怎么存呢 哪来的呢 家里人给我吃饭的钱吗 我自己不舍得吃饭 我就礼拜六礼拜天 跟他一起花 家里人给你吃饭的钱 每天给多少 五十吧 哎呀 一个礼拜也不少挣呢 你不吃饭啊 不吃饭 孩子都给你饿成这样了 你家人不心疼吗 你看这孩子瘦的 我就说怎么那么瘦呢 他自己家里面 自己收东西吃 然后就是 钱就省下来 周六 我一喜欢吃嘛 他就带我去吃 但是我觉得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你不能不上班 我因为想见他 我就去借了钱去找到他 你们俩还异地啊 他在 我在无锡读书 寒暑假要回老家嘛 他就三个多月 都在我旁边 我觉得他借钱 你不上班 你有没有钱还 我是问我朋友借的 他也不急 然后我就每个礼拜游 我就给他 就这样 哎呀 他有什么缺点吗 一个就是他 不够有上进心 这个上班的事情 他就是我觉得 他有点太黏我了 黏你 就是我们两个人 他特意就是三个多月 寒假暑假 除了过年的几天 他都是在我旁边的 他就跟着我回来 但是因为他 我也是早上 我六点多 我就起床去找他了 晚上两三点钟 我才回家 然后陪我爸妈 时间也没有 因为有时候 我不陪他 他就得 我大老远一个人 我在我也无聊 我又没朋友 我就想真的我陪你吧 没有 其实我不陪他的时候 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每天也是早出玩鬼 我哪有每天早出玩 姑娘 我发现一问题 其实他陪你那三个月 你比上班还累 对啊 他是工作十二个小时 我早上六点钟 你是早上五六点钟是吧 晚上 我有时候晚上就不睡觉 我们两个一起就聊天 聊到天晓晓就找他 然后见面 真不容易 然后就是他出去玩 他以前是喜欢出去玩 但是他不给我出去玩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多 我就只出去过两三次 我一个人 出去玩是指什么呀 就出去唱个歌 他就不允许我晚上出去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异地嘛 然后晚上他一个人出去 我也担心呢 有一次他因为出去玩 就是他今天跟我说 就是今天我就是要出去玩 你不给我出去玩 我就跟你分手 他就这样 那我被你逼急了吗 我就想说你要改一改 你说你今天这次出去玩了 或者说咱隔多少时间 出去玩一次 我觉得这都可以商量 没什么 因为我已经为了你改了很多 我以前这么多朋友 吃夜宵 唱歌 聚会什么的 我现在不都 叫我不都不去了吗 我问问 这个孩子脾气好吗 脾气不好 他脾气不吵架 他脾气还不好 他是冷暴力那种 他不说话 他就闷着就不说话 然后有时候生气了 恶狠狠看你 一下头又不说话 就他是那种不说型的是吧 他不喜欢说话 也不道歉 就是要不就是 直接砸东西了什么的 砸东西 对 砸什么东西 摔电脑 他说我想打个游戏 我说那你打游戏了 我干啥 我说你这次要不别打了 然后他就生气 就想打一把游戏吗 因为他那个游戏 他也懂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在我旁边 你就看我打一把游戏 他就是非不肯嘛 然后我就急了 我就把电脑给砸了 对 他手一挥 电脑摔了 碎了也就算了 他那个油肉汤 全倒在墙上 他就走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 躲在地上 这可怎么办 然后我就得拿拖把来拖 当时就感觉他本性暴露出来了 终于有一天 有这么一天出来了 就很可怕 他经常摔东西吗 就两次 但是他摔的都是贵的东西 他电脑摔了 还有一次把我的手机 和他的手机都给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他下载了一个软件 一个贷款软件 我就想问问他 他说我没有下 我说那哪来的 就那个软件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无恙无故 好像手机中病毒了一样 他就是有那个软件 但是也有那个验证码 然后我根本就不记得 那个验证码 觉得很好笑 他这个解释 他就是验证码 要点发送验证码 手机短信里面才有嘛 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有的这条信息 我说那不是你 他说我仿佛在闷游 他说我就是不知道 我说那是鬼弄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 哪是鬼弄的 你这个理由 怎么想出来都不知道 就是他一定说他没弄 就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我忘了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有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一直 非要听嘛 那这是谁弄的 这是谁弄的 然后我就急了嘛 我就旁边有只手机 我就砸了 他说我就是没有弄 碰一下 然后我当时 你把我手机砸了 然后他又砸了一个 把自己手机碰 我说你干什么 要砸我的手机 他的解释很好笑 他说我砸错了 他说我想砸我自己的 这真的很搞笑 这气得都要 那你们俩哪次吵完架 应该都是你求和是不是 你说说他冷暴力的 对 我就是我也不求和 我就是找他 他摔门走的时候 我就说你回来吧 因为我觉得说这种事情 没有必要到分手的地步 然后我就说你回来吧 大多数的时候 我给他这个台阶下了 他就会来找我好 就是态度就很好的 然后解释一下 咱俩就好了 我问问啊 你为他打算干吗 我自己去找一个 我自己觉得 有兴趣做的工作 对对对 你喜欢什么工作 喜欢我 比较喜欢小宠物嘛 因为家里也想了狗之类的 开个宠物店 就是先去宠物店里 然后实习一段时间 去过吗 我朋友就是开宠物店的 去了吗 没有 他就说说 他就嘴上会说 我问他了 他那边人员满了呀 不需要你 对 所以得等是吧 你看上他什么了当时 帅气 就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觉得 男生长得也挺好看的呀 他挺帅的 然后唱歌也好听 说话他很搞笑平常 就是很喜欢笑那种 就逗我笑什么的 我就觉得挺好的 现在就不想跟他好了是吧 现在就是我想让他 也不是完全就是 一定下了决心 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在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是想让你变一变 你别总是 就满嘴胡话那种感觉 行了 我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们听他们说吧 来来来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 女孩 我先问你 你是想跟他过日子 做生活 还是在一起玩 你想想看你喜欢他什么呢 唱歌好听 还会讲笑话很幽默 是挺开心的 他平常对我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我们这个年纪的话 就是比较年轻 我不用给你去想 就是说你要有多么的好 或者说以后我们两个 就是要成家什么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没有想过是吧 对 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 不是 稍等 你没有想过这些 我没有想过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工作呀 我想让他变得更好啊 他不能每天在家里 无所事事 他上班 我上学 空闲的时候 我们两个见面一起玩 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然后呢 你还要帮他去找工作 对不对 你觉得你的行为 像不像对自己的 妈妈 我经常说他是我儿子 是吗 你觉得是这状态了吗 是啊 你想找今后一个 跟你生活在一起 成为你丈夫的人 是这么一个孩子型的吗 不是 不是 告诉他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喜欢你 我想让你变得更加好 或者说 我反倒觉得 你现在就这么喜欢他的方式 反而是害了他 因为他觉得无所谓啊 反正我辞去工作 做两天我不干了 都有你来帮我 你依然会爱我 依然会跟我一起 打游戏 听我唱歌 对不对 但你这样是不是就害了他 你想想 为什么他会整天 黏着你而放弃了工作 他觉得你比工作更重要 换句话说 今后的生活当中 没有工作可以 没有你不行 而你呢 就在告诉他的确是这样 你没有工作 来吧 你不要去找吧 我给你找 你找到这不行 我再给你找一个 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以为给他一定的时间 就是他会变得好一点 你这种做法 不能让他变得更好 只能越来越依赖你 只能越来越 他觉得工作都无所谓 只要有你 但你能向他保证说 一辈子你怎么样 我都可以在你身边吗 你不能 因为你希望他更好 换句话说 你更喜欢那个更好的他 而不是现在 仅仅会打游戏 说笑话而已 所以你的变化已经开始有了 但是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喜欢的是一个有上进心的 有稳定工作的 积极向上的 不要那么黏我的人 你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好 你有没有给他这样的压力 有没有很明确的 或很决绝的 没有 我就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 并且说如果你再不怎么样 把应该去掉换成必须 你必须这样 否则我们就会分开 你不信是不是 你今天不去找工作 明天我就让你找不到我 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我说过跟他说过这种 不要光说要去做 但是我还是有点舍不得 你的舍不得是自私的 你要真为这个男人好 或者说你真喜欢这个男人 并且觉得他能变好的话 现在的决绝 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好吗 男孩儿 我跟你女朋友说的话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如果你真的爱对方 对自己负责的话 去找一份工作 积极向上 你的女朋友会粘着你的 就这样 你们两个人 恋爱中的状态 特别就是跟人反着来的 我们往往听到的 好像说的都是 女生黏着男生 不舍得让男生去工作 但你们两个人恰恰相反 反过来是男生黏着女生 所以我想问一下 男生你想过跟女生之后 有什么样的未来吗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有 就我觉得 如果我能找到一份 自己喜欢的工作 稳定下来的话 那我跟他就是 分不开的 你想要取给他未来的 对 所以什么样的工作 是你喜欢的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 宠物店的工作 怎么办呢 我现在已经 找到一份工作了 就是在我朋友那边 他包了一个工程 然后这次是我主动 找的我朋友 我也想认真去上班了 好 希望你这是一个好的起点 但是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男人最重要的是责任感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责任感 都没有 弹劾给他未来呢 如果你想要跟他继续 有以后的日子 或者说给他更好的生活 你首先要先把自己的 羽翼丰满起来 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的男人 能够足够给他撑得起这片天 女生呢我想说的是 你的大包大揽 其实是给了他 不去工作的一片沃土 你一直帮他找工作 帮他干这个 帮他干那个 他就想好 太好了 正好有人帮着我 我什么都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想 我只要爱你就够了 你成了他人生当中的 一份工作了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 你也知道 所以未来继续下去的道路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放手 放开他 不要大包大揽 让他自己去面对 很多的事情 如果你愿意跟他 继续走下去的话 你要帮助他成长 好吧 好 谢谢 如果他这一生 就是碌碌无为 你会爱他吗 不会啊 那你需要一个怎样的他 我只是想 就是我在跟他 一年多时间很短 我觉得 我问你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关心我就行了 有责任心 有上进心 关心你 哪怕这一辈子 就是一份平庸的工作 碌碌无为 可以吗 他有上进心的话 为什么只是会有一份 很多男人 90%的男人都是平凡的 成功的男人只有少于10% 你要哪一种 我喜欢他 他成功平凡都可以啊 这样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90%都可以 就是他平凡也行 只要他踏踏实实做一份工作 他未必要很优秀很能挣钱都可以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喜欢他的话 这样就行啊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第一 不要对他提高要求 而且甚至不要只是提要求 如果你要激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心 如果你要激起一个男人创业的心 你不光是要跟他提要求 你更多的是要给他养分 这种养分有的时候是一种智慧 有的时候是一种力量 有的时候是一种信任 你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 但是你可以从鼓励的角度去做 这种鼓励当中 不光是包括语言的鼓励 同时还包括在生活当中的克制 这种克制就是刚才两位老师所说的 不是天天在一起朝朝暮暮 让他懈怠自己 而是要告诉他 真正的爱是可以分得开 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你首先要接受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我刚才让你做的选择 他可能这一辈子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男人 他不一定可能成为一个成功 或者很优秀 出类拔萃的男人 你要做好这种准备 而对于男人来说 你如果爱一个女人 就要为她去忍 忍生活当中你所不能忍 你说你想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 当然如果现在你还年轻 你有这样的时间去做选择 但若是有朝一日你想让自己的女人 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的时候 你是没有选择 如果你又是能忍所不能 又不能忍人所不忍 你的生活空间就这么大 你还做什么选择呢 你已经毕业了对吧 对 在你没有工作的那些日子 你是靠什么生活 靠家里给的钱 虽然你说的很漂亮 你省下钱来给自己女朋友 跟她一起花 说白一点 你就是拿家里的钱去谈恋爱嘛 你好歹自己找份工作 有几分钱就花几分钱 其实坦率的来说 就你而言 就你这样一个身无分文 没有生产能力的人而言 是不配谈恋爱的 你没有资格谈恋爱 你首先得把自己养饱了 吃饱了 你才好意思去谈恋爱 所以说你学会自力更生 你学会对她充分的养分 就这样 谢谢老师 然后我说一句 就刚才你在回答沙老师的话 是我又让我惊了一下 就是你要接下来你有工作了 你要去跟朋友做一个工程 对 你吓到我了 你可能会再次失败 我给你一个建议 我听出来 你所有的事情都要靠别人 不 因为那个工程 你跟我说完 你跟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你要靠父母给你钱 你找工作 你靠女朋友找工作 你靠朋友工作 因为你分明说到 你喜欢宠物 但是你朋友那个宠物店 现在不缺人 对不对 我给你一个建议 不要去搞那什么工程 你不适合 如果你喜欢宠物的话 去做这份行业的话 去外地去应聘 其他有很多的宠物店 都是你的机会 不要靠朋友 好 朋友待在地儿 我去才安全 这是你的潜意识 一定要肃力更生 不要靠别人 好不好 好 不要好高骛远 脚踏实地 嗯 曲总刚才有句话 特别你要记住 生活不要靠别人 要工作 好了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会觉得对于工作这个事情 你不应该总是数落我 我做得不好 你就骂我 我觉得你应该多鼓励鼓励我 这样我才会有动力去上班 但是我觉得我不鼓励你 数落你是因为就是到目前为止 你没有让我看到过一点 就是你承诺我啊 或者说有上金星的地方 所以可能我做的也不够 毕竟不是故意来拿年龄说事情啊 毕竟就只有这么点 我觉得别的女生的话 如果说她在上学 她恨不得男朋友能经常陪她旁边 玩游戏吃饭多好啊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了 包括我有时候在替你担心 但我觉得我有时候 没有必要这么去做 我之后会去好好上班的 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 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她不鼓励你你就不上班了 对 她到现在还在怪我 你就有父母要赡养了 就没有那个动力去上班 那没这个女人你就不工作呢 对 你真是奇了怪了 你生而为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自己的责任吗 别那么娇气 真跟小朋友一样 这完全都是孩子理论 因为你对我不好 所以我顽皮 因为你没有给我买汤 所以我会哭 这不就孩子了 大人了 都回去吧 好好想想啊 加油啊 来 请关门 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来来 站中间啊 好多女生喜欢当妈啊 我不反对你们当 但是当妈需要有智慧 不要给一个先制条件 你要不工作 我就不喜欢你了 工作是他的事情 恋爱一定是独立的 好 一个男人 如果他永远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离开他好了 嗯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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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由保湿护肤令仙品牌 要保湿一倍十一倍十防晒霜冠名播出 一倍十女王幻炎季期间 爱情宝月战的春季套盒 家园多送一套 改变自己做自己的女王 来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谢谢你再相信了我一次 我之后一定会努力上班 谢谢 来 请回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从去年十一月我们开始异地恋 他在林仪 我在济南 虽然距离不远 但是心里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以前的他无微不至 总是能抽出时间陪伴我 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个暖男的形象 但异地之后 他总说自己忙 要陪客户 陪领导 可就是没有时间陪我 他总让我理解他 但他却无视我的感受 我们总是因为这个吵架 感情都吵大了 现在我们的心越来越远 不知道 还能不能回到以前那种时光 这大概又是一个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的话题 这一对的情感道路未来会怎么走呢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吴25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客户经理 女嘉宾小王22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异地有多久啊 异地有多久啊 异地快半年了 我们俩是 之前她是在济南上学嘛 然后我也是济南上学 在那个一个展会上认识 做活动认识的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是觉得 共同语言比较多 我觉得她挺细心的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块了 后来她毕业了是吧 对对对 毕业了 现在就一地了是吧 对 我觉得她现在跟以前相比差太多了 也不关心我 我觉得她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也没有不关心你啊 我这不是刚开始去工作嘛 比较忙 然后就说 工作的时间好像有点多嘛 这个你怎么觉得 在异地她忽视你了 就是平时我俩也见不着面嘛 然后我就会给她打电话 或者是微信给她回消息 她都不回我 经常是这样 我也没有不回你啊 那不都是上边嘛 上边期间 我不可能刚回你吧 你看我每次下边来之后 我不都看到你不发消息了 然后都回了吗 那你下班之后 每次都十点十二点的 才给我回消息打电话 那我在宿舍我 你是说中午啊 还是夜里 晚上 你什么工作呀 工作那么晚 也没有那么晚 就是平时呢 有时候如果有客户了的话 需要陪下客户她们比较晚 平时的话就是六七点就下班啊 你到底做什么呢 客户经理 一个经营华业 好 你接着说 就我俩就寒假的时候嘛 就今年寒假的时候 我是去打工来着 然后碰到一个 比较难缠的女客户 然后就给我那个人身攻击 但是我作为一个店员吧 我又不能说给人家说什么 我就一直心里受气 不要憋屈 我就中午给她发微信 我说就在店里 被一个女客户欺负了 想让她安慰安悟 结果中午的时候没给我回 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下班嘛 也没收到她消息 我当时还就挺生气的 我感觉我都受欺负了 你也不说安慰安悟 或者打个电话 那天我也没有不回你消息嘛 那天正好公司里 来了一个新的客户嘛 她什么都不懂 然后第一次来嘛 然后资料也没有带 然后我就一直在帮她处理嘛 不是 你告诉我 后来你给人打电话没有 后来是等了忙完之后 下班了嘛 之后才给她打了电话 她忙你看 忙完就确实给你打电话了 但当时她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也 我当时气已经消了 然后我就没再 给她说这件事情 她又还觉得 我不是很搭理她 你说你是气消了 但是我看到你受委屈了 然后你又跟我说一句没事了 直接就一带而过了 我还以为我又做错什么了呢 我觉得她就是 我需要她在我身边说 给我安慰的时候她不在了 我剪个头发她倒是在了 什么意思 就之前 那个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还是那个长头发 然后我就 直接剪现在这个长度 她可能觉得短或者是 不是很女生了 就跟我说 我不问问你的想法 或者是怎么怎么着 不尊重你的意见了 就嫌我这个 之前你有跟我说一次 要剪短的 你给我发了照片 我看了一下 我主要是我觉得不怎么好看嘛 然后你之前你看 你的大睡小睡吧 都会为我 经过我同意了嘛 然后咱俩权衡一下 然后你才去操嘛 然后这一次 你又发了一下 我没有及时的回你 然后你自己就去了 而且我看到你剪完之后 确实不比以前好看嘛 你倒真实在啊 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看的 好看好看好看 再说你不会有消息 我就一直全等着你嘛 那你再不问我了 平时我在上班的时候 你再没事了 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 我一上班时间 我不可能光照顾你嘛 然后 行行行行 别说了 这种事都过了 你就别说了 你这么不就完了嘛 这孩子真是 你们俩见面吗 我也见就是 也见 谁看谁 有的时候他看我 有的时候我看他 你们大概多久见一回面 一个月也就见两三次 每周基本都见 也没有 有时候他也经常爽约啊 还有爽约 对 那你们俩见面的时候好吗 有的时候他就工作嘛 就是经常有顾客 会什么 你给我办个保险了 然后给我申请个代理之类的 经常我们俩光着接 他就会接个电话 然后我就在一边 我也不能说什么 他工作嘛 我不能打扰他 我就一直在旁边 那么尴尬地站着 我这客户打进来电话了 他需要了 然后给我打来电话了 我不能拒绝他吧 再说我也没打多长时间呀 就打了二三十分钟 二十三十分钟就是够长了 再说了我自己也没事干呀 我在那儿 我也得尊重你的工作了 也就是说见面的时候 他还在工作 他有爽过你的约吗 就有一次我俩说好 去欧乐堡玩我们那边 然后他一直想去嘛 我特地托我同学 帮我买的票 结果他周五下午突然跟我说 周六要加班 就突然不能来了 就我当时感觉特别失望 这不周五下午了 公司领导临时决定要加班 这我也决定不了呀 那我问你啊 你去看他 他会不会爽你啊 就是我俩就算约好的时候 他也会说有工作 就有一次我去林医找他 但是我平时周五下午会有课 我就下了课去找他 坐汽车四个半小时 就已经晚上了 你说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问问我 或者你到哪了 或者是你注意安全问题 都没有给我打 那我想那个 他之前跟我说有饭局来着 但是我就顾及他们 我就自己到自己打社区去找他 结果他竟没有给我喝醉了 就我还得照顾他你知道吗 我之前都跟你说了 我那天有饭局 那天正好是有客户嘛 大客户 然后和领导一起陪他去的 这我也不是 也没喝多少嘛 就是说有点迷糊了 然后等于你去 又变成照顾他了是吧 对 然后到第二天 我俩约好出去玩 结果到十点的时候 就突然接了领导电话 又说又要去公司 他们领导是多么讨厌的第三者 其实说到现在我觉得 没什么大冲突大矛盾 你们有以后的打算吗 你怎么打算呢 我打算嘛就是说 现在我在领导嘛 找个工作吧 发展的也可以嘛 我就说他毕业了嘛 可以去一起去领导嘛 你希望他到领导去 对 姑娘你愿意去吗 我直接我刚才说我不愿意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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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留济南 我觉得我在济南上学 待着两年感觉特别好 就比较喜欢济南 那未来怎么办呢 你们就这么一直一递着吗 女生怎么想的 林怡你肯定不去 我不去 你要求他去济南 对 回济南不 回济南的话 他反正是我 因为之前在济南干了嘛 然后发展的也不是这么领导嘛 现在在林怡嘛 现在发展的也 还是比较可以的嘛 我就想着 以后慢慢的 然后在林怡那边稳定了 策略的自己人脉了嘛 然后说再慢慢的 往济南这边靠嘛 但是我现在要的 不是说他说的 那些物质上的东西 我现在就想让你 多关心关心我 在乎在乎我 就以后都可以说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是坚持不下去的 就是如果他要对你好一些的话 其实林怡也不排出去 是吧 我俩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你要是 现在对我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去了 也是没有必要去的 在你们一起的时候 没有异地的时候 这小子是不是特别暖 对 他就是在我心中感觉挺暖的 对你特好 对 没变心吧 没有 这不就是刚去的嘛 在那边发展的可以 领导也比较爽识嘛 我就工作比较忙嘛 然后就关心他 就有点少了就 你喜欢他吗 喜欢 如果在林怡工作和 要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 就必须要去济南 你选一个 你选谁啊 就工作和女朋友 选一个 你选谁 因为我想的亲爱的嘛 不不不我们不因为啊 孩子我们假设 就是你要再不回济南 你女朋友就跑了 你是选择回济南 还是留灵仪啊 我想的是要她 但是我想的话 我想给她就是说 给她一个好的未来嘛 不不不不 你回答我的问题 她的好的未来 就是你守在她身边 是吧 对 什么房啊车呀是吧 只要她在你身边 就是好未来 对不对 对 你回济南啊 留灵仪啊 但是我说 如果要没有过 回答我的问题 行了 别回答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差异 我相信你心里 特别不满意对吧 你是觉得她不理解你 对不对 对啊 爱情当中 好多这样的错位呢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这一对和上一对截然相反 对 上一对那个男朋友啊 那个不工作 工作啊 那绝对没有女朋友重要 天天陪你身边 你要吗 也不要太你了 你所以说 让男人怎么办吧 对啊 这不是难为死这小伙子吗 是这样啊 其实表面好像是现在 男生工作忙 然后呢 疏于对自己的关注了 而男生呢是觉得 我现在工作 都是为我们的未来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是矛盾 其实背后呢 真正的矛盾就在于 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到底你能不能回济南 到底你去不去临隐 其实这件问题 起到了一个关键的 一个点 其实这是一个 蛮艰难而敏感的时候 恰恰在此时 男朋友的工作又非常忙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 的确是疏忽了你 明明你大老远的四个 多少人车程来到 林仪居然他那天会喝醉 即使两个人在一起了 还老是接电话 在忙工作的事情 你其实心里就不太确定说 这个男生现在对我的 关注这么少 我如果要是来到 林仪的话 你会不会这么忽视我 极度的不安全 因此你就不可能考虑说 我现在要去临隐 所以如果你还认可 这个男孩的话 我觉得这段感情 是可以往下继续进行的 只不过我们要做一些调整 你在心态上的调整 现在不要把未来 谁投奔谁的这件问题 摆在面前 就一定说 我对这个男孩是有信心的 我心里是爱他的 我也理解 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要给他足够的支持 并且鼓励 他刚才说的很明确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努力 我慢慢的往济南靠 这就是小伙子的信心 度过这一段艰难的事情 以后的异地的事情 可能就迎刃而解 因为你们的感情已经 经过异地的这个磨练 已经加深了 以后的问题 水到渠成就能解决 所以男生呢 我给你说的就是 目前重点在工作 没有错 但是呢 一定要把足够的关注 女朋友的这份心 要放在首要的位置 即使工作再忙 不可能一天 没有休息的时间 没有喝水 没有上卫生间的时间吗 一定是有 但是为什么 没有去打一个电话 及时地给他一些安慰和关注呢 因为你还是说 你没有把它真的放在心里的 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在身边没有问题 心一定要在身边 好吗 好 异地恋挺不容易的 尤其是异地恋 当中两个人的角色 一个人是学生 另外一个人已经步入社会 而且是初入职场 所以女生你现在是 即将面临毕业是吗 嗯 对 你即将面临毕业 你可能也会在未来 遇到像她这样的问题 初入职场 上面有领导 下面有客户 然后每天要小心翼翼的 所以她其实是有一点分身乏术的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对你是有在乎的心的 她关注到你剪头发 其实大家会觉得 这男生太矫情了 女朋友剪个头发 怎么还管呢 这也正说明了她在乎你 你变了发型没有告诉我 以前什么事都是有伤有良的 怎么剪头发没跟我说呢 对吧 所以 你要是从这个方面去想的话 她对你还是有在乎的心的 男生呢 我想说一段话 就是张爱玲曾经说过的 她说 一个人如果没空 是因为她不想有空 一个人如果走不开 是因为她不想走开 一个人如果借口太多 是因为她不想在乎 我想让你帮我确定一件事情 你现在的努力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的努力嘛 就是说 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嘛 因为她下来的学 她们还没有踏入社会嘛 好 够了 你的努力就是为了 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 可是你现在努力工作 都把她快吓跑了 你的未来给谁呢 所以 如果说 你现在的努力工作 最后换回来的是 女朋友跑掉了 你上班的时间 刚才曲老师也说了 喝水的时间有吧 上厕所的时间有吧 如果你真的在乎 你没有那么多的借口 你可能就趁上厕所的时候 就给她发一个信息 告诉她 我会很忙 我大概忙到几点 这样的一句话 就可能让女生 安全感倍增 心里是温暖的 她会知道 我爱的男人 她在乎我 她在这么忙的时间之内 都要告诉我 她今天很忙 那她会很安心地 在济南等着你 或者说 当你提出 让她陪你到林怡去工作的时候 她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去 因为她知道 你现在的努力 是为了给她 未来稳定的生活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谢谢 有些人人在心不在 有些人心在人不在 有些人人离你近 心却离你远 有些人人离你远 心却离你近 当女生说 我要你给我关怀 但同时主持人又问你 天天跟你溺在一起 怎么样 但你又说 那也不行 所以说恰当的距离 非常重要 亲密无间 容易让人烦 指使天涯 又太不现实 但怎么能够保持一个 非常恰当的距离 我始终认为 好的恋人关系 是有弹性的 彼此之间可以做出 及时的调整 但如何实现这种 有弹性的距离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 有共同的目标 这个共同的目标 决定着你这根弹簧 它最大的限度 有多长 它不会崩断 第二 有足够的爱 这是把彼此拉近的动力 但同时 又要有彼此的克制 而不让彼此离得太近 所以说 基于这三个条件 使得你们之间 有一根爱的弹簧 这个弹簧 可以适时的调整 彼此的距离 烦了 彼此留点空间 远了 倍加思念 因为爱又能走到一起 但是这根弹簧 其实有的时候 非常难以把握 恰恰是在彼此的较量 彼此的试探过程当中 才能把它拉到一个 非常合适的距离 不至于崩断 也不至于靠得太紧 你们正在彼此试验 这根弹簧的 各项性能的过程当中 所以还需要耐心 对于男生来说 他始终说 我要给你一个更好的位 其实有的时候 女人是不需要未来 至少不需要物质上的未来 他只要当下 而对于男人来说 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去想 希望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工作生活 但是恰恰是有的时候 是一种这种想法 使得他淡忘了你的存在 所以说 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 非常恰当的彼此之间的距离 掌握好这根弹簧的 好的性能 不至于崩断 也不至于靠得太紧 这需要你们自己内心的调节 记住那三个目标 目标 爱 彼此的克制 好吧 就这个 游启发了 你知道怎么办了 不知道 怎么办 这俩都出来了 出来了吗 你咋办 我就多体贴体贴他 理解理解他 然后再坚持坚持 这不都挺明白的吗 但是我 现在就是让我难以坚持 特简单 告诉他你最直白的感受 我需要你关心我 我需要感觉到 你是关心我 因为爱是一个感受的一个过程 小贼 工作让你们去洗手间吗 发微信呢 吃饭吗 是 视频呢 所以你们想 如果你们还要在一起 你们现在之间的这种 所有的困难 都不是困难 愿意选择 就认真去对待 觉得熬不下去了 放手也是一种选择 你们自己去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再喝谷方红堂真情六十元 我就是想的嘛 我现在工作比较忙 我就说希望你能多理解我 多考虑 为我考虑一下嘛 如果是慢慢地稳定了 我肯定会多关心你 多照顾你的嘛 我现在就不想要你那些以后以后的事情 就你现在跟我说 你关心我 让我理解你 就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个点在哪里 我不想说以后什么物质上的东西 我就想咱俩可以像以前那样 你还可以在我身边体贴我 还是可以关心我 你让我感受到就可以 你要是毕业了的话 可以来了一会儿 再都可以解决了这家就 那都是一些以后的事情 我就想现在你能明白 我就特想回到咱以前那种时光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挺好的 至少他们有勇气 承认一段这个情感的现状 对这段感情都不再看好 不再看重 不看重 分开不是另外一种负责任吗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倍诗爱情保险记 有网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2013年离婚了 我有一儿一女 女儿归我 儿子归前夫 现在遇到一个丧偶的男朋友 比我大三岁 他对我很好 就是不允许我带儿子 以前没有遇到他之前 我可以偶尔把孩子带过来 现在不能了 生活有了依靠 可是没了精神支柱 好痛苦 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婚姻只是为了寻找依靠 总有一天靠无可靠 真正的婚姻是找一个知心的人 能够体谅你的苦 能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好 谢谢 谢谢陀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倍诗一倍诗 防晒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